女人被困在伸手不见脚趾的大海底 没有氧气罐的支撑 她必须要在一分钟内返回海面 可此时距离海面还有十万八千里 这下该怎么办 她突然灵机一动 急忙用指甲划开自己的手臂 滚烫的鲜血立马引来了附近的鲨鱼 她强装镇定 就当鲨鱼游到她的跟前准备将她一口吞下时 她突然一击重拳打中对方 瞬间打得鲨鱼七荤八素一脸懵逼 就在鲨鱼狼狈地准备离开时 她急忙趁机抓住对方的鱼翅 然后竟在鲨鱼三百码的游素下成功回到了海底 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小命 可劳拉还是丢掉了她此行最重要的宝坊 就在刚刚 劳拉带领的考古队在太平洋海底 打捞到一座消失了几千年的上古雕像 结合自己掌握的历史记录 劳拉十分肯定 他们发现的雕像一定来自于传说中的古城 月神殿 于是他们穿上冲化废宋的装备 便马不停蹄地潜入海底寻找 果然在穿过一片珊瑚礁后 他们成功发现了月神殿的遗址 只见雄伟壮观的宫殿内摆满了无数金银珠宝 这下发大财了 劳拉让同伴赶紧将文物打包带走 而自己却被墙上一副奇怪的壁画深深吸引 只见壁画中 无数手拿武器的士兵奋力驱赶着一辆马车 而那马车上却只装在了一个发光的盒子 发现那盒子并不简单 劳拉便来到店主亚历山大的雕像前寻找线索 可谁知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金光亮起 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只见那耀眼的光芒 竟来自于屋顶的一颗圆球 劳拉健壮立马一个鱼跃跳上屋顶 冲着那圆球就滚了过去 然而就在这时 几位不速之客突然悄悄潜入 当对方摘掉口罩 没想到竟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摸金三人 只见无邪带头拿着鱼叉钻出水面 随后便突然制服了劳拉的两名同伴 当劳拉发现到情况不妙 就被无邪一剑射下屋顶 而那圆球也静止落到了地上 这时无邪捡起圆球 随后便和胖子小哥一起逃出了神殿 而且走之前还不忘破坏了劳拉的潜艇 好在劳拉在鲨鱼的帮助下 侥幸捡回了一条小面 回到家后 他立马联系了前男友陷落哥大壮 在对方的帮助下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潜入中国 又好不容易才找到了 正在请领盗墓的无邪三人 结果却被对方告知 圆球早已被高价卖给了富商求德考 而对方也在寻找那只神秘的盒 无奈劳拉只好动身来到香港 又在大壮的帮助下成功抢到了圆球 然而当他破解了圆球上的信息 结果就震惊地发现 那个神秘的盒子 竟然就是传说中的潘多拉摩盒 二十年前的人们是如何进行视频通话的 首先在门口架上一口铁锅 然后给手机接上信号接收器 并连到电视机上 最后再架上摄像头 谁知劳拉忘了戴上指甲 好在他灵机一动 向小女孩借来的 已经嚼过了上千遍的泡泡汤 接着轻轻沾上 完美搞定 最后还不忘舔一下自己的脚趾头 随后劳拉拿出圆球 便开始了和助手的视频通话 虽然信号有点差 但助手还是很快就提取了圆球上的信息 没想到经过软件解读 这些信息竟然仅仅代表了一段普通的音频 然而当声音播放后 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 只见圆球突然散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紧接着居然投射出一片完整的全息影像 而身处中心的劳拉很快发现 影像中播放的内容 正是传说中潘多拉磨合的藏身之地 而那地点就在非洲的马加屯山附近 于是他收起圆球 便立马动身前往非洲 然而劳拉不知道的是 被他抱抢圆球的求德考 早就挟持了他的管家和助手 结果当他刚来到非洲 正打算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 前往马加屯山寻找磨合 谁知半路求德考的手下 当地土著死伤无数 而劳拉也被对方生情活捉 这时求德考带出劳拉的管家和助手 逼迫他协助自己去寻找磨合 最终在对方的威逼力右下 劳拉只好妥协答应 于是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地向马加屯山进发 谁知众人刚来到山脚 就看到了一场诡异的阴影 枯萎了上千年的老树 竟然流出了黑色的鲜血 士兵刚要伸手去摸 却不料一个黑影突然出现 瞬间就送他领了盒饭 众人回过头来 那黑影又立马消失不见 红伴命令手下前去查看 却不知这一行人毫无疑问 马上就要全军覆没 他们再次来到那棵老树下方 结果就发现了那名士兵的帽子 可现场却并没有对方的尸体 突然一阵鬼影飘步 士兵们立马紧张起来 就连盘踞在周围的猴子也吓得纷纷逃散 紧接着又一阵鬼影飘步 慌乱中 众人朝着空中就是一阵吐吐 然而当他们停止射击 却又发现周围根本空无一物 只有空气中 依旧不停地传来那恐怖的叫声 就在士兵放下武器 以为暂时安全时 前方的老树中 突然窜出了一只体型巨大的怪 只见他满嘴咬牙 只是轻轻一想 一名士兵就当场隐恨 然而更诡异的是 当士兵被怪物捉住 竟会瞬间和怪物一同消失在岩石之中 一时间 无数士兵被怪物当场无阻 小黑吓得转身小逃 却被劳拉一把按住 原来他意识到那些怪物并没有眼睛 只要静止不动就不会被对方发现 果不其然 当怪物感应不到活物后 便都全部慢慢退回到扑术之中 这时劳拉趁机摆脱束缚 一把抢过圆球 然后将圆球扔进了最近的山洞中 只见山洞瞬间坍塌 而那些怪物也彻底化为规矩 原来当初土助长老告诉他 黄金人球就是杀死魔盒守卫的关键 当劳拉再次醒来 就发现他和求德考都掉进了山洞的下方 而这里就是传说中藏有 潘多拉魔盒的圣地 生命摇篮 只见这里四通八达布满了无数洞口 而且行走在其中 可以无视任何重力规则 在两人上下颠倒寻找了一通后 终于在一片翻滚的黑水中 他们看到了传说中的潘多拉魔盒 然而魔盒周围的黑水 竟是无比恐怖的强酸 只要粘到一点就会瞬间融化 求德考逼迫劳拉伸手去够 结果慌乱中两人立马扭打在一起 最后在主角光环的保护下 劳拉一把将求德考扔进了黑水中 直接送对方领了热腾腾的河饭 而这时大壮也及时出现将劳拉救下 劳拉欣喜万分 以为自己又成功挽救了世界 因为传言魔盒中装满了古老的病毒 如果将它带入人间 无疑将会引发一场无尽的灾难 可万万没想到 这时大壮却捡起魔盒想要一起带走 劳拉劝他放下魔盒 结果却被对方一拳打爬 最终迫于无奈 劳拉只好忍痛一枪送大壮归西 随后便一把将魔盒再次推进了黑水中 没想到到头来 劳拉又再次整了个寂寞 影片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